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时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相关的情况 根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将来港视察在七月一日主持新一届政府就职仪式 但是现在领导人安排似乎仍未确定 有人发现临近会展的两家酒店早前显示六月二十三日起房间已满 但是最近重新开放预约 外界认为可能领导人访问香港安排有变数 香港媒体引述香港政界人士的话说 他是军越酒店的常客 他早前收到酒店内一间美发店的通告 说二十三日起暂停休业 但是他再度收到通知 说休业的日期调整为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 七月二日早上开始照常营业 此外军越和万丽海景酒店二十三日起本无法定房 而记者发现万丽海景酒店已改为二十七日起入住无法定房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离开则可以预定 也就是酒店不允许预定的日期大幅缩短了 均越酒店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香港媒体引述政界人士的说法说 万载会展在七一早上举行升旗典礼 而酒店与会展连成一体 可能是按照要求清空房间 香港人士表示 目前还说不准高级领导人是否会来港 也不知道他们的行程入住酒店等 而林郑早先出席行政会议时则表示 会竭尽全力创造领导人防港条件 外界预计可能是香港近期疫情升温 而领导人来港问题又再度出现了不确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人事变动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已经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分析认为这意味着陈全国不会在二十大进入下一届中央委员会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贯彻习近平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座谈会 十四日在北京召开 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 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全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全国现年六十七岁曾经担任河南副省长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 二零一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二零一六年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在去年十二月时 广东原省长马兴瑞北上出任新疆一把手 陈全国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六月十五日消息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员党组书记局长张务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公开资料显示 张务峰本人现年六十一岁 二零一三年开始在山东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作 之后兼任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办公室主任 山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 二零一五年升任山东副省长 二零一七年出任发改委党组成员 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二零一八年出任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国家粮储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和局长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五月六日发表声明 说蓬勃新闻社的中国员工范若一 一年多前被变异警察带走后 已在今年医院获捐保释 范若一在二零二零年底被拘留 大使馆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 范若一本人已保释候审 声明说范若一的案子 与他作为外国媒体雇员的身份无关 彭博社证实在周末获悉大使馆声明 但是彭博社没有办法联系到范若一 彭博总编辑表示 我们很高兴范若一被保释 将继续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和家人 范若一本人在二零一七年加入彭博社 他本人曾经供职于路透社CNBC半导电视台和CBS新闻等 最后一次露面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当时被便衣警察带离自己在北京的公寓 二零二一年七月 他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正式逮捕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 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背负红马一事的最新进展 中国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表示 在常态化疫情缝空中健康马举足轻重 必须维护科学严肃 不能让局部纠纷影响公众信心抗议大局 此前储户被红马一事引发舆论关注 郑州市对此回应表示 街道相关来电对具体情况不了解 经过查证是因为大数据信息库出了问题 正在积极改进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 目前网络流传的信息似乎显示红马精确指向了相关储户 而同时又强调健康马必须服从公众安全需要设计技术手段 只能被用于防疫目的 防疫过程中要最大限度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如果滥有驸马权利猜测在网上流传 那么会伤害政府公信力 环球时报的文章还说 健康马是否被滥用 这绝非小事 如果有人将健康马用于疫情之外的目的 不仅违背道德也涉嫌违规违法 同时又强调 最近公布确诊病例流调时 大家都抹掉了与防疫无关的信息披露 这说明大家在个人隐私保护上越来越慎重 文章最后说 必须要维护健康马的科学和严肃性 不能让局部基层纠纷或者所谓技术错误 影响公众信心和抗疫大举 对此河南卫健委表示已把投诉反馈至相关部门 目前还在调查核实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疫情防控有关的情况 近日有中国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显示 丹东一些小区居民抗疫 要求解除放疫隔离 甚至打出横幅要求取消核酸 复工复产 社交媒体上还看到用户发帖说有一些小区已推导围栏挡板走出小区自行解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六月十三日丹东宣布分区分级分类进行防控 区通知离不出外不进 非必要不离丹东 丹东本来在五月下旬就宣布开始复工复产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自由出行 丹东政府发布新闻稿 说市长主持了一场倾听社情民意座谈会 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基层到底对于现在复工复产有什么样的看法 据中国媒体引述他当时说 说前一阶段政府工作基层服务不尽如人意 群众有怨言我们都理解 借此要表达歉意 他没有对于具体的问题进行回应 根据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引述中国媒体消息 丹东有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了阳性感染 结果整个单元的居民被送到二百五十公里以外的沈阳格林 事后才发现感染者其实是住在隔壁的单元 防疫部门是拉错了人 丹东人口二百四十万距离中朝边境不远 此前已经历数次封城 被称是中国采取防空措施最严格 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 甚至一度禁止食品快递送货 禁止食品快递送货 不防护产 不防护产 禁止食品快递送货 不防护产 不防护产 禁止食品快递送货 刚才打扮 一看我的文化 �리 最起码你 我的母親早就給我打電話 給我別上火 罵給你換兩個月 我四十多歲 我沒和家要過錢 我的母親 我的張母親給我打電話 別上火台的 用罵才 罵給你換兩個月 哪麽誰都聽回到我們的戲 我老母親都壓我房了 誰給他 你們想要老百姓經紀給你跪下